春节有好的赏花地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就是凤林镇 其中呢凤林镇的水源地櫻花步道 还有凤林溪高滩地波斯局花海 目前都是绽放当中 凤林镇长萧文龙表示说 会和公所团队研究凤林溪 明年度花海的绿美化 让周边环境可以更适合游客 来到凤林建州赏花 镇长萧文龙表示 凤一里水源地旁的凤一产业道路 两侧种植了许多的吉野荫 每年的农历春节前后为花季 现在樱花也正盛开 今年镇公所和凤荣地区农会结合 趁着枯水期 利用了平原桥旁的四公顷 河床高滩地 分批种植了波斯局 不仅颠覆了以往对河床高滩地 杂草重生的印象 也让河床平添了丰富色彩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说花海 在这里是闲置的土地 应该可以花期可以做很长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花是分做三段式 早期一段中期段 现在目前还有一段是还没有开花 所以我想说给它花期长一点 让我们的民众或观光客 可以来这里游玩 来这里赏花 那我们今年是在四座 那我们四座以后 我们会检讨说 看明年 看是如何的人来做 给它更进一步 来做花海 以及一些倡议的一些活动 我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河床 来带动其他的河床 河床不一定说只是做书郡的一些功能而已 民众不论是过年前或过年后 都可以来欣赏河床的花海 凤林镇除了有美丽櫻花 波斯菊花海之外 还有许多著名的客家美食 小吃伴手礼 也欢迎民众趁着农历春节假期 来凤林总村 记者凌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